大家好,我今天来说几种挺好看的棕榈树吧 顺便介绍介绍它们有哪些习性 你看了吗,这个棕榈树,它的名字叫班加罗 班格罗,是澳洲土产的一种棕榈树 但你看我现在照了这个吧,这个叶子 你看比刚才那个颜色深吧 这个叫Niko,其实是新西兰的一种棕榈树 这两种棕榈树在小的时候几乎分不出来 所以我就看到网上就有新西兰人在说 班加罗,就是澳大利亚的这种棕榈树呢 它长得速度快,而且非常漂亮 很多人在他们小的时候分不出来 它和Niko之间的这个差别 你看这个吧,它就又是班加罗 我仔细看了一下呢 它们是有非常非常微妙的差别的 这班加罗的叶子呀,亮绿色 然后呢,它这个肩部,你看稍微吧,还有点圆 但是那个Niko呢,是直着尖的叶子 所以呢,这俩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这新西兰人的评论挺有意思 他说在他们那儿还有一种棕榈树 叫Chinese windmill 也是入侵物种 但是这个入侵物种,它的影响不是那么大 不像这班加罗,能长这么大个儿 这班加罗一下能长25米 然后很容易失控 中国风车就没那么张扬 所以他们也没觉得是个问题 我也想,这个评论还挺有意思 成了地缘政治跑这儿来了 他们是绝对不能容忍 这个长得又高大又好看的 这澳洲班加罗 你看这个班加罗的树顶多漂亮啊 但是他们就不能容忍 因为他要,他有可能会害死他们的Niko 非常好玩 你看这班加罗小的时候吧 他的叶子确实是看着就和那个Niko 他那个网上我去查了查 差不多,看不出区别来 我们这儿呢,也是这班加罗繁殖挺快的 有很多很多小叶子 我希望将来我这能成一个班加罗的林子 你看他这个,特别是这树在年轻的时候啊 不那么高 你看这叶子像伞一样,挺好看的 你看在这里靠下面还有一个小草 它的名字呢,叫汗散草 Umbrella plant 它也是棕榈的一种 你看挺好看的吧 它呢实际上应该是种在浅水里边 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地方 我这个园子里不知道 他们是自己跑这儿来繁殖 反正是我没种 但是我看网上呢,还是挺漂亮的 我决定回来把它移栽一下 移到那池塘边上去 你看这个了吧 这长的,长长的 这叫Queen Palm 女王棕榈 或者皇后棕榈吧 你看它这个吧 这叶子挺好看的 褶,还是皱着下来的 像 非常长 非常长 实际上呢,我能想象它这效果 你如果要给它足够大的空间 它能够展开 非常漂亮 就像捂着那 就像中国大妈 戴着沙巾 站在海边迎风飘扬那感觉 但是我们这儿没那么大地方 所以就憋屈了 这个呢,叫Lady Palm 你看我这个吧 有点黄 黄叶了 我估计是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有两周 两三周都没有下雨 我也没想到这事 我想的 你看,黄叶了 之前的时候绿油油的非常好 我应该明天啊 赶紧给它们浇浇水 这个植物啊 看着说是貌似野生吧 但实际上还是要照顾一下的 你看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金棕榈 它正好挡在这门前 我们这儿弄搞了一个小门 小门梁 然后你可以进去木头的进口 然后这个金棕榈在这旁边 搭在旁边垂下来 非常漂亮 你看颜色吧 它这就是黄叶就是金黄色的 然后这时候有的时候呢 有鸟 还有到夏天的时候 我那个质子花一开啊 它从这个树叶跟这个弯打弯的树叶里边 钻出来这个质子花 哎呀,太漂亮了 我非常喜欢 金棕榈也需要稍微潮湿一点的 这个环境哈 所以呢 我有的时候 别的都不交水 我给它交 交完了确实见好 再见 谢谢